自打选宾孙玉珍解魂后 围绕着她的话题从四大公共财上 中午露知名男星变成了宠奇狂魔 不过霸占汗于定留职位19年的选宾 在娱乐圈三起三落终是抱得美人归 她究竟凭什么 后续答案藏在她的成长经历里 选宾的气质儒雅内敛绅士 得益于远生家庭环境的熏陶 父母和家族长辈都是兢兢业业的教师 传统的家教培养了她善良又温暖的品性 选宾本名金太平 家里有个哥哥 兄弟俩子又在父母的细心关爱和眼力管教下成长 父母对聪明又可爱的儿子们都抱怀期待 也乐于挖掘他们的潜能和培养艺术爱好 如游泳 吉他 钢琴 唱歌 舞蹈等 孩童时期的选宾很乖巧懂事 但偶尔也有调皮捣蛋的时候 不过正因为父母的栽培和付出 年少时的努力和汗水 锻造了舞台上那个多彩多艺耀眼夺目的选宾 选宾自小就有制服情节 济世纪就历史长大后 要当一名重逢陷阱的军人或警察 但是计划干不上变化 从他迈入永东高中校门的那一刻 选宾的人生轨迹就这样悄然发生了变化 少年时代的选宾长相帅气阳光 学习成绩游艺且多彩多艺 他的一言一行都备受瞩目 高一时 选宾接受了学长的邀请 进入校画剧团进行表演 自幼喜欢挑战和尝试新鲜的事物 对于学长的任何安排都可以欣然接受 如称连体袜伴女生 搞怪伴丑决等 不管是抬起幕后的种种 旋宾都享受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 旋宾突然发现自己竟然爱上了表演 爱上了演出前观众期待的眼神 更爱上了闭幕式观众的尖叫和掌声 因为掌声带来的心动 不满16岁的旋宾决定 暂时将儿时的海剧梦放下 却朝专业戏剧表演这条路努力 即使父母强力反对 选宾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两年后高中毕业的选宾 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了韩国中央大学戏剧专业 虽然父母非常期望 他能考取警察大学 踏踏实实的生活过日子 但看着儿子收起戏剧时 兴奋的眼神 演出后 儿子激动的笑脸 父亲最终还是结束了 儿子的话剧梦 在剧团家族演了一年的话剧后 依次偶然的机会 选宾被星探发现 并受邀参加一个电影试镜 出声牛犊不怕虎 直觉告诉选宾要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有表演的经历 第一部电影试镜很顺利就通过了 他再次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出道做演员 娱乐圈并没有想象中的风光和美好 20多岁出头的选宾 为了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他不计角色的大笑 抓住每分每秒的表演时间 娱乐角角色投入百分百的热情 为了演出夸大妄想症的精神病患者的沈云 他主动前往精神病院 观察病人并模拟 为了呈现电影《驯风腿》里 专业的踢腿动作 他练换了六个脚趾头 即使堂的马蒂达棍 他都丝毫没有想过放弃 机会都是留个有准备的人 摸爬滚打三年后 21岁的选宾最终凭借电视剧《保镖楚刀》 这时的他哪怕是连续多天熬夜拍戏 也感觉不到疲惫 反而加深了他对演技的热爱 不过那段寂静无名的时间 选宾的手头很拮据 但他不敢向父母伸手要钱 迫于生活压力 他节拍了无数部广告 还上了综艺节目 慢慢有了些许积蓄 后来21岁的选宾 凭借埃尔兰和《驯风腿》 在圈内小有名气 当第一次上访谈节目时 选宾还是会紧张地直锁双手 彬彬有礼又腼腆 这是选宾留给家民们的第一印象 2005年 选宾幸运地接到了 《我叫金森顺》的剧本 出演富二代选阵玄艺绝 就为了一场戏 选宾请教老师 苦苦练习了两个月的钢琴 他愿意为每个镜头 付出百分百努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 选宾最终凭借精湛细腻的眼睛 设计挺爬的外表 俘获了观众的芳心 也在全亚洲 掀起了第一波 选宾综合症的热潮 在上台连将NBC演技大上 男子最优秀演员将时 选宾激动的双眼喊脸 向父母致歉 我从高中就开始演话剧 记得当时父母 因为我伤透了心 我一直都很愧疚 现在老人家嘴角 终于可以露出笑容 感谢大家 23岁的选宾 终于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员 向父母证实了自己的实力 这时他富二代形象深入人心 许多编剧和导演 纷纷邀请选宾出演类似的角色 但都被选宾拒绝了 因为他很想尝试不同的角色 想带给观众不同的他 遗憾的是 接连几部作品 无论是口碑还是收拾 怨不及我叫金三孙 选宾的人气迅速下滑 信话和掌声都远离了他 但选宾的性格就是敢做敢当 不许为做过的事情后悔 正因为经历过人生流失后的低估 选宾的心态变得愈加成熟 2010年 选宾凭借秘密花园 再次火爆全亚洲 掀起了第二波选宾综合战的热潮 人际口碑更是从前 一切苦尽甘来 选宾将势力等六项大将 牢牢握在手心 成功的背后是选宾对角色的精雕细琢 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选宾奉光领取多项大将两个月后 正式宣告入伍的消息 30岁的他主动身心 加入最严酷的海军陆战队副一 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在前辈眼里 他清醒的让人可怕 他时刻都在思考 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也敢于跳出舒适圈 不断挑战自我 虽然此时的他 刚体验到燕迹带来的非凡乐趣 但他不能再等 因为30岁已经是神情的最后期限 为了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 为了圆父母的心愿 也为了给自己换出思考的时间 选宾义不容辞的入伍了 临行前他向粉丝磕头致线 并保证会好好抚兵役 会用更好的作品回馈大家的爱 推去华丽的外表 选宾终于可以回归金太平 刻苦的训练 让选宾收获更加坚韧和严谨的性格 作为明星 作为战友们的哥哥 选宾不能松懈 也不能怠慢 因为太受关注 脚还受伤也不请家 高腰群完成所有任务 趁大家坐在地上休息时 他偷偷坐在后排 脱下鞋子 跳过脚上的水泡 2012年12月6号上午 宣斌正式退伍 在退伍仪式上 宣斌哽咽地哭出了声 终于可以演戏了 一番话让人动容 宣斌之时之中 都保持着对演技的热爱 虽然渴望回归大一幕和观众见面 但碍于没有接到理想中的剧本 宣斌在退伍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都没有尽足拍戏 此时的他 轻信地直到自己的路转型 退伍两年后 宣斌熟悉了一幕生涯的 第一部古装剧《逆临》 但宣传期前夕 遇到了沉沦事件 电影宣传被谱取消 票房并不离乡 退伍后的第一部电影 并没有记起太大的水滑 一年后 宣斌在电视剧《海德哲吉尔余物》 首次尝试一人粉尸两决 虽然演技可群可电 但在同期同题材 Kew Me Hew Me的夹击下 退伍后的首部电视剧的收视 也相当惨淡 宣斌并没有为收视率打败 在他看来 每个角色都倾尽全力 收视率是自己无法掌控的范畴 越挫越勇的他 终于凭借动作片共注 成功转型 一目硬横 面对媒体的采访 玄斌总是云淡风轻的 将努力牵牵略攻 确实为角色做了一点努力 事实上 玄斌为了出演特攻一角 足足准备了半年时间 包括跟武术老师学习 办事学习朝鲜于等 在这部电影中 高难度的动作很多 但除了特别危险的动作 玄斌倒要亲自上阵 影片中玄斌徒手爬车窗 被车坠击的这一幕 线星就发生了微信 他的敬业精神和勇气质 只得我们点赞 成功转型后 玄斌并没有停下脚步 他继续挑战不同比赛的剧本 饰演不同遗忘的角色 不管是演技和身形 都愈加的成熟和迷人 2018年9月 玄斌搭等以后 苏亦珍主演犯罪片协商 这部电影也是玄斌出道后 受刺权是大反拍 12月 玄斌写手朴新辉 主演选一题裁军 阿尔汗不公的回忆 真正让玄斌再次反红的 是浪漫爱情剧爱的破疆 男神女神抢腔联兽 收视率率刷新提员记录 两人的事业再次攀上高峰 在全亚洲第三次挂起 玄斌综合症的玄斌 但对于敢于挑战的玄斌而言 现在并不是战战自喜的时候 因为他轻幸的知道 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还有更高的事业顶峰 等待着他去攀登 他始终接受做演员的初心 正因为每部作品 自己都全个一副 选宾才有足够的底气 对媒体说 收视率差与网无关 才能做到目愧与观众的期待 选宾能取得如今的成就 并不是靠延迟和运气 而是靠后天的努力与坚持 一路网眼机派 信无旁骛的朝梦想前进 这样的选宾让人欲罢不能 就像陈酿的美就 越贫越上头 感谢您的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